Hello Aaron 你好 Hello Hello 大家好 之前你的短片都有介紹過 作為一個新手的trader 他們在玩外匯的時候要注意些什麼 有些什麼他們需要去留意 今天我們看到Facebook和Youtube 很多讀者都會問你其他問題 其中有一條他們就說 如果我想短線去trade外匯的話 在什麼時間其實是最多人會在玩外匯呢 其實很多投資者都知道 外匯市場就24小時運作 但是他們有個擔心就問我 那是否真的沒有時間睡覺 要24小時看著市場 當然就不是 因為24小時入面 其實我們都判斷到三個市場 有些市場是比較靜些 有些市場是波動比較大些 我們主要分為三個市場 就是亞洲市、歐洲市和美國市 一般來說 亞洲市即是我們正在上班的時間 其實那些時間市場的交頭相對比較靜些 其實英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場 所以第一段如果你說匯市上面比較大的波動 就是香港時間的下午大概兩三點開始了 例如英國、法國、德國等地方 陸陸續續開始了 我想由香港時間兩三點到大概六點鐘左右 會有一段比較短線的炒作機會 然後休息兩小時後 大概晚上八點到凌晨十二點 就進入了美國市場 這個我想就是每一日外匯市場 最主要的市場 可以說真的是黃金時間 最主要原因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美國的經濟數據 無論是就業、經濟數據等等 都通常在大概香港時間 晚上八點半左右公佈 或者如果冬令時間是九點半 同一時間如果去開旅行的一些投資者 就會很清楚了 即是知道時差的問題 香港時間凌晨大概晚上八點半至十二點 這段時間正正就是歐洲其實都是下週 即是說在新在歐洲地區的一些投資者 交易員等等 其實他們還未下班 即是吃完午飯之後 都還要上班繼續在市場上去炒作 變成兩個市場重疊不齊的時候 變成交投量比較高一些 所以我們通常晚上八點至十二點左右 我想是每一天最暢旺的時間 十二點之後通常的市場會比較靜些 除非美國聯儲局會議息 例如釋口上有機會變動 或者是一些突發事件 例如聯儲局主席可能有些言論業發表等等 才有機會凌晨兩三點才有一個波動 不過一般情況下 十二點已經是比較靜一些 所以我曾經有些女性客戶 尤其是家庭主婦 就開玩笑地跟我說 其實我每一早上 大概九點多時開始 就在炒股票 即是在炒港股為主 到下午開始 當然炒一炒外匯先 之後當然要吃晚飯 吃晚飯要幫老公去準備一些送菜 炒一下菜 炒完菜之後又炒外匯 回到十二點鐘就開始上床睡覺 我想這一個可能對香港人來說是比較幸福 因為我們通常一般 如果港股時段的時候 可能正在上班或者正在開會的時候 都要偷偷摸摸地下盤 但如果外匯市場的黃金時間 通常大家已經放了工 回家吃完飯 輕輕鬆坐定定去捕捉一些短線的交易機會 這個就是我想外匯市場的一個比較明顯的特性 明白 除了trade外匯之餘 如果我想用商品的價格做參考 我應該留意些什麼的外匯呢 你講開商品價格自然影響的 就是一些我們所謂商品貨幣的貨幣 其實商品貨幣我們統稱 包括澳洲、紐西蘭、加拿大三隻外幣 但三隻外幣雖然都叫商品貨幣 但要留意一下他們國家本身 基本因素上有什麼影響比較多 例如說 很多人都知道 加拿大園 其實受到油價的波幅會影響比較深一些 因為他們出產比較多 是油沙 所以油價升跌左右住加拿大 短線的一些借口 但另一方面 例如說澳洲紙方面 其實出口的資源就比較多 例如銅鐵石甚至黃金等等 都會左右住這隻貨幣的升跌 近來你看到銅價升得很厲害 可能亦都成為一個澳元比較強的借口 至於紐西蘭方面 相對地他們沒有那麼多這類商品的資源出口 反而他們集中出口的就是奶類製品 例如羊毛比較多 所以羊毛自然是一個出口的主要出口國 其中尤其是奶類製品 其實他們佔了總出口的超過兩成 所以如果你說 炒最近的商品價格都不停在上升 或者大幅反彈的時候 你要懂得去判斷究竟哪些貨幣影響比較深 例如剛才我提到銅價上升的話 可能對澳元的幫助就好過對紐元 不過要注意一件事 始終如果炒這類的概念 其實就不是這隻貨幣唯一的上升或者下跌的原因 舉個例子就是你爸爸是男人 但就不是所有男人都是你爸爸 其實就是有這樣的道理 因為始終每一隻貨幣的升升跌跌 很多時就會看它一些 例如貨幣政策的轉變 或者是經濟數據的好壞 而剛才我提到的商品價格等等 這些升跌 可能只是它升升跌跌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一個市場的借口 但我想如果你了解每一個國家的基本結構的話 都是對判斷這隻貨幣升跌也有些幫助 除了外匯和商品 如果我想用Bond Spread做參考的話 有應該留意BS的外匯嗎 其實很多外幣的而且確 升升跌跌對債息的變化 其實都是有些影響 因為很老實很現實地說 很多投資者都是一些色魔 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息口越高的話 自然就對那隻貨幣的吸引力是越大 舉個例子 其實說金融海嘯前 很多日本的投資者 我們氣稱叫做道邊太太 其實他們一來就炒一些短線的為主 另一方面 很多日本的投資者 因為日本其實長年都是沒有息收的 你擺錢在銀行其實都是零息的 所以當時金融海嘯前的時候 例如說澳洲紙可能有7厘的回報 紐西蘭紙可能有8厘的回報 但日本那邊是零息的時候 很多日本的投資者 就是每一年的新一年的開始 就會將他手上的日元轉成外幣 例如說買一些紐西蘭的債券 買一些澳洲的債券 希望收到大概7至8厘的一個息差 一年之後到年結的時候 就算是貨幣有少少貶值 可能是貶值2%3%也好 只要他將他換成日元 匯回去日本的話 其實還有賺到4至5厘的一個總回報 在一個通縮環境之下 有這樣的回報已經非常之好 所以這個例子就解釋到 其實很多投資者 都對這個息口是很敏感的 所以如果你說究竟是炒哪隻貨幣 自然他的債息的息差拉闊 就有利貨幣的表現 但當然 始終我剛才提到 影響匯市就不單止只是看息 還要看基本因素 但如果你問匯市對債息的敏感度 比較高有哪隻貨幣 我想我自己建議 就看一隻美元對日元 因為近來始終你看到 美國是一個加息的週期 但日本方面 其實長年 大家在未來幾年 亦都不預計他有機會加息 都是看死日元 還是一個零息的 或者很低息的環境 所以息差其實是有望 慢慢慢慢會拉闊的 當然拉闊的時候 自然有利美金不利日元 所以一旦見到 如果美國的10年債息 是慢慢向上 例如升穿2A4 去2A5 甚至慢慢向3A方向走 這個絕對要留意 對日元是不利 當然我講 暫時只是美元對日元 如果你可以見到 未來一段長時間 當環球的央行都不停加息 開始進合一個加息週期的時候 你會見到有一種交易 叫套息交易 叫carry trade 慢慢慢慢又會回來 這個是金融海嘯前 很流行的一個套息策略 就是買入一些高息的貨幣 沽出一些低息的日元 所以我想這個是 部署一定 未來幾年的一個投資策略 你剛剛也提過 外匯商品 以及用boss red 做參考 應該留意什麼外匯 想問你 關於一些現在比較時事的東西 對於美國縮表的話 ERROR你會有什麼看法 可不可以提示觀眾 那縮表當然大家都明白 市場的流動性 或者流動的資金是很多 因為過去差不多九年 其實是一個資金氾濫的市場 大家買 無論買什麼資產 樓也好 或者是股票也好 可能都有錄取一個不錯的回報 但是縮表現在就是 你看到聯儲局 只是過去九年 不停經過三輪的一個 所謂量化寬鬆的動作 每一次債券 或者一些NBS到期的時候 其實它都是不停發生債 自己買回來的 即是說市場上的流動資金 其實仍然很多 現在這一刻 它真的要走到 將資金慢慢收緊 收回我們所謂收水的動作 變相來說 我想對債息 是會有一個直接的影響 即是說 可能是美國的十年債息 或者三十年債息 其實慢慢應該是向上 發展的機會比較大一些 但是當然 我想你看到聯儲局 亦都很擔心 如果一下子 將市場的水 收得太快的時候 可能對市場的震盪比較大一些 這個是聯儲局最不想見到的 最希望就是大家 集以為常 希望將震盪減低 大家已經習慣了之下 所以你看到它說的言論 都相當保守 即是說 每次收水 其實是少少少少 即是說水喉 是慢慢慢慢的扭細 我想對債息 希望就不想一下子 大家一起沽一些美債 令到債息一下子推上去 所以既然我們由今年年初 其實已經慢慢慢慢 不停在說 有機會縮表 有機會退市 甚至六月份 當美國的議會上 進一步暗示 有機會很快就開始縮表 其實大家都心中有數 我想今次的影響 其實相對會比較小一些 加上聯儲局 亦都說明是一個 循序漸漸式的縮表 每次的規模 其實是相對比較小 慢慢加上去的時候 我想市場的震盪 未必想像中那麼大 不過這個如果真的落實到的話 其實仍然是一個算是有利美金的方向 除了美國縮表 大家對人民幣的走勢都非常關注 不知道Aaron 你自己個人對人民幣 又會有甚麼看法呢 其實是 今年年初 其實問十個分析員 十個專家 其實大家都看會跌穿七算的機會很高 但是過了半年之後 你見到市場上面 就有一地眼鏡碎 又應驗了天水圍的林太的名句 相信專家原來隨著市況變化 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結果人民幣跌至近七算 都未跌穿七算 又叫做大幅反彈 我想有幾個原因 一方面就是 美金真的今年來說是很弱的 由年初跌到現在這一刻 才開始有少少反彈的一些勢頭 所以人民幣變相 令到它有一個升值的空間 第二方面 我想人民幣 由於它未自由流通 始終有阿爺在維穩之下 令到我想在阿爺的角度 其實它不想人民幣無止境地跌 因為始終一個貨幣的穩定 是對吸引外資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想七算在一個心理關口之下 你說有形之手也好 結果在這裡觸發了一些買入的盤 去捍衛著七算這個水平 現在跌穿七算的機會已經大大減低了 另一方面 我想中國的經濟自己慢慢穩定 也是第三個因素 雖然你說中國經濟其實不是一個加速 或者是很好的一個現象 不過起碼我們見到 過去那麼多年 所謂一些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所以對人民幣穩定也是有些幫助 所以如果長線去看 只要它不再跌穿七算的話 其實是開始可以慢慢看好少少人民幣 因為它始終相對利息口比較高 還有我想有一些比較長線的影響 是在未來幾年會慢慢發酵的 包括上年你見到中國忠於人民幣 是加入了SDR的特別提款權裡面 令到環球的央行 其實長遠慢慢有興趣吸納人民幣 加上今年也見到中國的入魔消息 可以令到加入了環球的股票指數裡面 其實很多基金也是跟著這個指數去買貨 如果A股入魔的話 即是說大家都是有條件或者有理據 是慢慢慢慢吸納A股 變成他們買A股都需要用人民幣 變成要有利人民幣長線的需求 不過當然這兩個因素 其實都是很長線的因素 所以就不要期望說 因為這樣人民幣會急升 因為人民幣急升 也是不利現在國家的發展 始終我想是相對地 人民幣偏弱甚至是穩定的一個貨幣 是對他們的增加出口 或者是顧本培緣 令到經濟復甦都是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你見到可能下半年 人民幣都是大概6.7至7算之間 在橫行的機會比較大一些 就算是美金反彈人民幣有壓力 暫時來說 跌穿七算的機會已經大大減低了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有關外匯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繼續留言 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解答過 下次再見